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日发生的热门事件 加拿大将取消所有入境检测要求 BC省40岁以上民众可以开始领取免费快筛盒 西捷航空遭报人未退款部分2020年取消的机票 列治文本月底开始禁用一次性塑料 俄罗斯军队授权可以击落加拿大军机 联邦出资2.5亿防止枪支暴力 欢迎来到SG新闻空间站 今天是3月17日星期四 我是Jenny 热点资讯一站锁定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 首先为您播报头条新闻 加拿大将取消所有入境检测要求 据CTV News报道 联邦政府将从4月1日起取消所有边境防疫要求 其中包括已经完全接种疫苗入境加拿大的米克 将不必出示新冠检测阴性报告 这意味着完全接种疫苗的旅客 不论从陆地还是空中进入加拿大前 都不再需要接受核酸测试 不过为完全接种疫苗的旅行者 仍需要进行核酸检测 并且提供阴性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 乘飞机入境的旅客 仍有可能在机场接受随机核酸检测 与此同时 旅客仍需使用ArriveCAN软件 输入其个人疫苗接种证明和其他所需信息 除此之外 多伦多地区贸易委员会也发出新呼吁 要求联邦政府在本月底前 消除一切有碍于国际旅行和贸易的限制 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并取消剩余的疫情限制 据民调显示 大量的加拿大人渴望尽快回到正常生活 下面为您播报家国新闻 BC省40岁以上民众可开始领取免费快筛盒 本地时间3月15日 BC省卫生厅正式宣布 年满40岁及以上的民众可以开始前往药房领取 政府发放的免费新冠快筛盒 BC省首席卫生官在15日召开的记者会中表示 本次除了扩大快筛盒领取范围之外 民众即使没有出现症状 也应该前去领取检测盒 以便在未来出现症状时使用 这一说法和之前几次记者会时的说辞有些出入 以往省卫生厅都会特别强调 只建议已经出现症状的民众领取 其他人可以不必着急 有网民指出 这项变动很可能是因为近期不断有专家警告 新冠病毒可能又出现了全新变种 且未来几个月极有可能在北美爆发 因此卫生厅希望民众提前准备 另一种可能则是 本次到货的新冠快筛盒数量充足 可以提供给所有40岁以上的民众 每28天领取一次 截至本周二 省政府已经向药房运送了700万份检测盒 预计接下来三周内 还会再收到来自联邦政府的400万份测试盒 西捷航空遭报人未退款部分 2020年取消的机票 资助在安大略省的安德鲁斯女士 日前向CBC News记者爆料 西捷航空至今仍未将它两年前 因疫情被取消的机票款项退还 安德鲁斯女士于2020年初 在西捷航空的官方网站上 订购了4月砍昆行的双人旅游套票 没想到3月中疫情爆发 西捷航空取消了所有国际航班 并发给旅客同等价值的西捷航空代金券 同年10月西捷航空突然改变说辞 表示由于不确定何时能够恢复正常运行 从11月2日开始 他们承诺将针对所有受疫情影响的顾客 提供全额退款 安德鲁斯女士表示 自己在2020年6月时 已经填写了西捷航空的退款申请 由于一直没有收到款项 他在2021年11月又再度提交了一次申请 除了两次提交以外 他也多次尝试打电话给西捷航空的客服 不过一次都没有被接通过 列志文本月底开始禁用一次性塑料 本周稍早 列志文市政府向市内的餐厅及商家发布通知 提醒他们本市将从3月27日起 禁止一次性塑料的使用 其中包含的品项有 塑料及泡沫石器 包装袋 吸管 包含可分解及植物纤维塑料 和温哥华还有塑理地区不同的市 列志文将不会强制收取纸质包装的费用 而是交由店家自己决定 列志文市长向媒体表示 这项政策2021年9月被BC省政府通过 温哥华及塑理从1月起开始执行 列志文由于商家众多 缓冲至3月底才投入使用 市政府预计 将在未来一年内每年减少至少3500万的塑料垃圾 也会对永续发展 带来许多正面影响 为了帮助店家配合政策 列志文市政府在过去半年间 举办了超过20多次的研讨会 共计有300多间商家参与 而未出席的商家 政府也派遣人员进行上门拜访 确保政策能够顺利执行 俄罗斯军队授权可以击落加拿大军机 近日俄乌之间的矛盾已然蔓延到了世界各国 而加拿大竟然在本次的冲突中陷入了愈演愈烈的战争危机 据国家邮报 当地时间3月17日报道 一位俄罗斯官方消息人士称 从西方涌入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物资 已经成为俄军关切的目标 与此同时 俄外交部副部长也证实到 俄罗斯已经警告了美国等一系列国家 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仅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而且还是将这些运送物资的人和运输载具 变成了俄罗斯武装部队合法攻击目标 而就在本周一 媒体就曾发现有两架加拿大军机在北欧上空执行运输任务 据悉这两架飞机为乌克兰提供了4500支火箭发射器 7500枚手榴弹以及大量防弹衣弹药和口粮 一名加拿大军事评论人认为 俄罗斯政府实际上已经授权他们可以击落加拿大军用飞机 联邦出资2.5亿防止枪支暴力 当地时间3月16日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联邦政府将出台一项新的基金项目 致力于帮助市政当局和各地社区减少枪支和帮派暴力 解决其根本问题 并帮助青少年做出正确的选择 通过这些预防性措施来营造一个稳定的社区 是政府一直以来对枪支暴力采取行动的主要方法 与此同时 联邦政府将继续禁止购买攻击性枪支 并且加大对非法越境枪支的打击力度 截至目前有超过10万种枪支被列为禁止购买类别 而这些被禁止的枪支也不能合法出售或进口 只能在有限的情况下使用或认输 有民众表示 政府出台的举措可以进一步杜绝重火力泛滥的事实 特别是在加拿大东部 帮拜冲突往往和重火力火拼紧密相连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这里是SG新闻空间站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